用數字看台灣掌握最新財經脈絡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台灣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夠請到 我們現在六度當中聲望最高的侯友宜市長 那麼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想他用他一生的力量 現在全力在打造新北市 那麼這段時間我相信新北市民 會感覺到非常有光榮感 那麼在歷任市長當中 侯市長能夠在這短短兩年當中 他各方的民調都衝到第一名 我想這是一個新北市民最大的榮耀 那麼今天市長在這裡 我想等一下要跟市長好好來訪談 但是這個禮拜其實 我們看到台灣有一個半導體的狂熱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禮拜我們看到台積電的股價 已經直逼四百塊了 這個四百塊其實對台灣來講 我們經過一夾子的打造半導體的功力 現在正在散發熱力 你可以看到台積電把市值 撐大到十兆台幣以上 那這個時候他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的公司了 那台灣有這麼一家公司 能夠在全球的半導體產業當中領航 我相信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們看到在現在的科技的領航之下 台積電現在是台灣最大市值的公司 鴻海是第二 那麼第三是蓮花客 他已經到了一兆了 那後面我們看到這順位排名變動不大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現在連日本都要求 希望他能夠去設廠 除了美國邀請台積電設廠之外 現在日本也開始跟進了 那這個禮拜還有一個是 這個外資的分析師 他給蓮花客的評價到一千兩百塊 這是無法想像的 我們可以看到 假如台積電是第一座台灣的復國神山 那麼蓮花客看起來是有可有 可望成為第二個復國神山 這個時候他的市值會大幅增加 那這個是河南的艾斯摩爾 大家可以知道現在在最新製程 從7奈米到5奈米3奈米 他一定要用一個曝光機 這個曝光機現在艾斯摩爾 第一季賣了四台 第二季賣九台 這大部分其實都台積電買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 整個新製程的革命 台積電還是領先了 我們看到外資 現在以洋證券給台積電 的目標價到五百 這個時候我們也看到大陸的中心 要立起直追 他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紅色的 芯片的供應鏈 但是看起來現在在製程跟技術 都有很大的落差 好 台積找到這裡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經過三十年努力 現在已經到了三十年前的高點 在一萬兩千六百八十二點 那大家特別注意到上一次 台灣的台幣升值從四十塊六到二十五塊五毛六 叫台灣錢淹腳目 這一次的情況 台幣又開始大幅的升值了 我們可以看到台股的上漲 現在劉太英最近出來呼籲說 這裡面要留意泡沫 也包括這個王偉忠先生 最近指名我要回答 他說台灣到底有沒有泡沫 我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看到在三十年前 台灣的大時代裡面 台灣是金融的壟斷裡面 三上一都超過一千 然後國泰銀售到一千九百七十五 中華台灣一千零七十五 現在大家可以注意到了 當年國泰銀售最高的時候 它的本益比是兩百倍 股價淨值比是到了六十倍 但是最近大家可以注意到 台積電它的毛利率是逐漸在攀升 從四十一點三一 四十三點零 四十七點五八 五十點二到五十一點八 現在大家注意到了 現在到第二季倒是五十三 我們看到到五十三以後 台灣整個產業現在在蜕變 這個蜕變當中 大家可以從這張表看到 我們以前叫做毛三到四 毛利率三%到四% 但是現在毛利率三十%四十% 像這IG設計大概都從四十%起跳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其實它已經蜕變成為 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鏈 所以這個時候 台股的上漲跟三十年前的這個純粹投機的泡沫是不一樣的 我們希望說這一次從台股的上漲當中 上市貴公司能夠加速籌資 還有台灣的生技產業能夠快速的發展 這個時候人均ZDP要往三萬的方向來邁進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外銷接單 現在其實已經大幅的往上衝上去 所以這是一個相對好的景象 所以大家對這一次台灣的股市再度站上三十年前的一五六八五 基本上要有比較正面的心情來看 也不是回到三十年前 大家都覺得那個是泡沫 但是台灣這一次媽媽已經把這個泡沫的力道 在扭轉當中 我想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今天我們要來跟市長聊聊 請市長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 非常感謝市長百忙當中 我特別靠了一張年輕的照片稍微對照一下 這個是在我看景觀學校的時候 官校四年級 景觀學校四年級 景大四年級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現在市長沒什麼變 還是一樣的 還是有內氣 還是變很多 年輕跟年長還是不太一樣 這個時候我想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很多的排名 其實市長都是在前面 沒有啦 謝謝大家的鞭策 其實那民調就是參考用 有時候高高低低很正常 也不要太在意 我們好好努力做事 好這個今天來跟市長請教一下 我想這是新北市的都心 每一年聖誕節都很漂亮 那我也常講說六都的首長 其實最重要一件事 就把這個城市變得美麗了 我踏進市長辦公室 其實我看到一個變額 叫做安基樂業 看到安基樂業其實這個話很簡單 但是要落實下來 你把它當成你的人生在施政上的座右銘 所以我想你心目中的新北市啊 如果你能夠有現在兩年了 有四年八年喔 那新北市如果在這樣很用心你的經營之下 你希望新北市未來是什麼樣的形態 新北市得天獨厚 它的資源是非常豐盛 尤其它是一個台灣的收影 對 這個收影有山有海有城鄉的差距 有各區發展不一樣的策略跟特色 以及新北市是一個在大台北市為中心的一千萬人口裡面最主要的中心點 四百多萬 現在已經是四百零二萬六千六百 我們平均大概一個月一進來大概兩千人 所以那人口是不斷在成長 土地面積又是台北市的八倍大 藉接在桃園宜蘭基隆跟台北 所以其實新北市是台灣在崛起最重要的一個都市 因為一千萬人口是一個國際大都市的競爭力量 所以新北市的崛起會代表北台灣的崛起 代表台灣在一個往上提升 所以新北市未來的驗檢跟規劃 其實決定的是台灣決定的是中華民國 不管是在經濟環境以及社會的進步的發展 所以順利新北市的市長 一定要把這個地方非常用心的 如果去規劃來跟北台灣連結 跟全台灣來做連結 市長講到連結 現在有人在講說有沒有機會說大台北 像台北市新北市基隆 那個是一個共同生活圈 有沒有機會說將來不管是區域的整合 還是說在實體上的一個大家的合作的關係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想法 其實我的想法非常簡單 因為我這一輩子都是從事物觀出身 每天就是做事 其實我的政治思維是很低的 我也覺得很多事情用做事的態度 只要是對的事情要是對別人有幫忙 對自己也有好處的 幫助別人也等於幫助自己 所以我對柯市長都是一個良好的友善關係 對鄭市長 宥昌市長以及資廟市長 其實我們都是夥伴關係 所以我常說他們好就代表我好 他們不好我一定不會好 所以其實我跟他們的合作到現在為止 在整個區域上的整個資源的共享 以及未來的發展 厭解 大家都是不謀而合 沒有什麼意見分歧的事情發生 所以相反一上任 這個新北跟臺北的垃圾袋的價錢 把它拉成一支 那我們開始很多的軌道建設 大概就開始介面的銜接 不管他幫我們做或是 所以環狀線跟新北跟臺北市 好像你們的意見不太一樣 後來就自己做 環狀線是這樣子 環狀線現在現階段都在新北市境內做 那這條當時就有講好說 因為我們的新北捷運公司剛成立 所以環狀線的施作由臺北捷運局做 做完的時候三年 臺北捷運公司經營完就回來 那為什麼最近想一直想把它說回來 就是說其實這條線在我們境內 那更重要一點 我們的新北捷運公司經營淡海輕軌 也有一定的經驗了 那這些經驗其實早接晚接都要接 我們可以跟臺北捷運公司好好溝通 我們可以省下一筆委託會用 更重要人員 我們是不是可以更精簡 市長講到這個輕軌 我特別插一句話 就是說我最近開車經過這個新北 那我覺得輕軌 本來這個很單調 後來你這個幾個柱子 用了廣告上去有顏色了 因為它變美麗了 色彩變比較繽紛 你走在路上就覺得 這條淡海線看起來美麗很多 這個就稍微用點心 就可能相比就不一樣了 其實我們的淡海輕軌 整個沿途不是只有一個觀光旅遊休閒的一個輕軌 那最主要的 帶了一個意義 它是整個文化意識的廊道 整個都用機密的意識的元素 在這裡面 還有整個設計的設施 會讓人家覺得賞心業目 進到我們一個設計美邪的一條輕軌 所以包括梁子本來就是水泥 很冰冷 後來他慢慢把它做美化 一點一滴把它做建過 尤其最近我們的南海線的第一期要完工 今天底要完工 他經過公司填膝 經過可以看到臺灣海峽 所以非常美 軌道可以跟著臺灣海峽一起走 那很美 所以不然從海洋科技大學到我們的漁人碼頭 這三站裡面 整個沿線都非常漂亮 所以新北捷運公司其實他們的經驗慢慢成熟 那成熟以後 其實就像柯市長跟我講的觀念一樣 柯市長沒有反對把新北的環狀線交回給新北捷運公司來經營 我講的一個道理 自己的捷運 要自己承擔 不是說交回來給我經營就一定賺錢 沒有這回事 因為現在的經營的搭乘 每天大概有四萬人次 是不會太多的 不是說我交回來我就一定賺錢 但是交回來可以讓我們的新北捷運公司 不斷地從裡面去寫到更多的東西 然後自己要去承擔自己的責任 不要說賠了錢去怪別人 我覺得沒有意義 所以我剛剛及早接回來 我們下來了一個萬大中和士林線 新北士林線的銜接 以及我們的安康輕軌 還有我們的三陰線 這幾年安康輕軌完了 我們要自己接回來辦 三陰線我們要自己接回來辦 所以早接晚接 我們都要吃 所以我一直覺得承擔才是最重要 而且學習更多的不一樣的元素 在這裡面 融合新北的特色 這是我們要接的最主要因素 是 好 我想市長講到這裡 你看你俠下的地方 這個等一下再請教市長 就是說那個像連這淡水 這淡水細照是很美 那個芙蓉漢店 你如果把這些照片 因為這個一看 他就像在國外一幅畫 那現在這個淡江大橋在蓋了 那這個是一金一金香的酒店 你看到他這個看過去觀音山 整體來講就是新北市 等一下我要特別請教市長 就是新北市的都心區 就像板橋 雙河 到新莊 山崇 看這個是一個都會形態 但是散出去 新北市有非常多 都是比較有山有水那種比較 我們講比較這種山水相容 也可以發展那種觀光的地方 那這樣的一個形態其實不太一樣 那在城市治理當中 市長怎麼落實把這個城市完整的 因為下去也很大 我看市長一出去的時候 要跑可能一天 半天一天就在新北市 繞大概就可以繞一天了 不只 繞得很累 最遠到共僑來回要三個小時 對 所以我都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市長 就這樣一個不同的城市發展的 不同形態 市長怎麼樣在治理上 有一個不同的差別 把這一些整個大的新北市 融合起來 我想這個功率是要很高的 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請教市長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剛剛請教市長的事情 你看這個是淡江大橋現在在興建 拉哈迪就是淡江大橋 這個將來那個是一個服刑 很美的 就是這個是現在建築界的泰斗 拉哈迪為新北市設計的 所以這個橋完工之後 他當然這個價值跟代表性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現在包括這個捷運 錄網大概都已經完成了 你看到我常常講 新北市你看到這個天際線 這個開始那個都會形態 就很很完整了 所以我想這個從市長的角度來講 你如何打造一個這種安居樂園 然後現在交通路網建設各方面 把新北市讓他變成一個國際的 有靜靜力的城市 其實交通路網才是決定新北市 結起的最主要的動脈 那新北市跟臺北市跟臺灣借接 軌道建設一定是最重要 還有整個交通的快速道路的銜接 以及跟國一國三的整個銜接 是最主要的 所以這幾年我們花了很多的精神 在建構三環六線 那這三環六線我預計到二零三零年 大概九成前完成 我們到時候完成的話 大概十萬人就有三座的捷運車站 比尼 東京 索爾 這些大度不會 所以其實軌道建設就串起 本來N以臺北市為核心點的路網 慢慢就從一個核心點變成多核心點 繞回來到新北市 所以新北市會隨著整個捷運的路網 跟交通路網 帶動不一樣的產業的思維 剛剛指揮人特別說到我們的淡水 其實淡水是在我們一個微效曲線 我們所謂微效曲線 就是沿著新墊溪淡水河溪 整個沿線走過來的時候 從溪子 永中 永河 板橋 土室三櫻 到我們的新莊 以及新泰武林 包括我們的 那個快速道路連結 速度非常快 從板橋到巴黎 大概不到二十分鐘 一定可以到 所以快速的路網 是建構新北市 最主要架起大臺北中心 主要的一個脈動 所以我在隨著軌道的建設 交通的路網 捷運做到哪裡 我們整個建設就要做到哪裡 讓整個從捷運的點 散發一些線 然後建構整個面 改變 所以最近我去創造 不要單一個板橋的都會心 我要創造三個都會心 第一個 在我們的板橋現有的 剛剛您說的 我們翻到夜站城 有都會形態的氣勢起來 每次辦活動 來了幾百萬人次 在這個地方 這很漂亮 而且我今年還會擴大 我今年會擴大到府中商圈 到鄰家花園 整個把面積擴大 對 然後讓所有的商圈變成徒步區 跟所有民眾來接接 帶動那邊的商業產業 所以我的府中商圈跟我們的花園 一旦前 今年就會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是一個都會心 那個新北市不要忘 新北市有個結局的都會心 是在新莊復都心 新莊復都心有 這個中央的第二行政辦公室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第二行政辦公室 那是我們的新莊產業園區 更重要的 我一上任 特別要推動一個叫泰山 溫載進的四地重劃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進到新北市 只要做機場捷運 給外國人感覺是不好的 你看坐過來 左邊看都是鐵皮屋 右邊有拆了 右邊是副都心 左邊都是鐵皮屋 我特別到內政部 都委會去溝通這個事情 總算他在今年給我過了 我在今年底公告完 明年我就開始主要主要的把它拆掉 四百六十七公頃 而且中間又有一個櫃子坑溪 我們可以創造更多的水環境 帶動更多的產業進駐 也帶動很多的基礎品質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四百六十七公尺是一個挑戰 所以在這個挑戰之前 我要先整頓新北市最重要的中心點 是五谷垃圾山 五谷那一區 現在如果我們開車經過一高 一高到那個快速道路的路往那一區 右邊大概全部都鐵皮屋 你看太鮮明了 那個對新北市 那個是新北市 不要說此日 那個是新北市的陳柯啦 一直都沒有解決 尤其五谷垃圾山 三十年沒有人願意碰它 裡面有治安的問題 還有環境空污 還有廢水的問題 甚至都很多廢棄土 垃圾夾閘在那個地方 所以沒有民眾願意進到那個區塊 工廠全部都違章 佔有國有地 六百六十幾家 所以我下定決心 三十年沒有人做 這一塊是新北市的中央地 你一定要先把這一塊整頓 所以這個核心 如果整頓完 新莊互都心會重新再造 一個互都心 另外有一個互都心 我也要把它建構起來 就是三重跟爐桌 整個大七塊 有三爐的 你要是大安西 西蘭跟西北 新莊剛好在西蘭跟西北的中間點 那你西北怎麼發展 你西北一定要建構一個 三重的第二行政中心 再加上把如南如北大開花 以及把三重的大都庚 全部做完 那才會帶動如南如北 以及三重地區的大發展 所以我們三個互都心 因為我們是一個微校區線 所以它必須橫著的發展 這三個大都心 如果建構起來的時候 那新北市不但會跟台北市並駕區區 更重要的可能會有更不一樣的風貌 那這些都是都會形態 那您剛剛講的 在我們的周邊 比如說從淡水北海岸到東北角 甚至包括我們的平林污染 那都是我們的比較屬於城鄉的鄉村的有山有海 其實它可以創造很多的觀光文化嚴肅 這當中有兩個角度 這等一下要請教市長 一個就是說一個是拼經濟的形態 一個是拼觀光 這兩個都大概做法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講經濟的這種狼帶 就是說市長現在看起來新北市的輪廓越來越鮮明了 比方說我們三重的群光大樓現在AI學校 這個現在是AI的搖籃 這個是很熱門的 然後現在眼東科技園區 我看外國Google這些 現在很多的大的國外來的大廠 他們大概都進駐新北市 這個現在好像大家都已經 未來這個通訊園區 看起來會有很大的潛力的發展 那這種製造業裡面 林口的華雅科技園區 現在滿滿的 而且現在一地籃球 我最近看到 像研發總部也在那個地方 文茂 他們其實現在最重要的研發的心臟 其實都在這一區 那五股原來就很久了 所以我想新北市包括新莊的 未來的產業園區 我相信他們可以竄起很大的一個 整個經濟發展的一個藍土 那我想臺北市現在內福內科 他們已經慢慢都成型了 那新北市將來打造了一個 整個產業聚落市長有什麼想法 新北市其實有三十萬家的工廠 他是一個條件非常優惠 而且是勞工密集 我們有兩百零七萬的勞工 所以其實新北市在整個科技業 慢慢轉從臺北市轉到新北市來 您剛剛講的 布朗斯遠東科技園區 我們的Amazon進去Google進來 甚至包括我們的土層工業園區 我們的中華工程要成立個AI智慧園區 甚至我們頂埔已經很成熟的 這些像鴻海、正威等等 都在這個地方以外 最主要我們的新莊產業園區 新莊產業園區 原有的舊工廠 這些工廠當我們在做變動的過程當中 如何讓那個產業升級 所以新莊產業園區很多開始蓋 總部的三半 今年比較明顯 那個群城做伺服器機殼 他就直接搬進去了 對沒有錯都已經搬進來了 所以我們在新北的新莊 這個產業園區 其實是我們要大力發展 所以我準備在這個新北產業園站 跟積結站的雙結印交叉口 我們有一塊機關用地 我們把它變成產業用地 蓋一棟整個金融大樓 最高層的金融大樓 提供給附近已經蓋了六七棟 在施工的三半 這些都是未來人家的總部 提供給他們更多的資質在這裡面 那附近泰山溫載郡的 還有新莊產業園區的 就歡迎所有台商回流 在這個地方來創造 因為最近光這一年半 台商回流 大概給我投資了三千多億 三千多億 包括您剛剛談的林口 林口除了對面的法雅園區以外 其實在A9站 交通最便宜的地方 山立也進來了 東森也進來了 山景又擴大了 所以那個地方 我們會有轉運站 影視的聚落 還有後面的林口公一 在整個勢力重劃 現在都在施工 一百一十一年 就可以引進更多的 不管是綠能 文創科技的產業 到我們的林口 大概林口的公一的園區 所以以及這些園區都是在 我們這個狼帶 甚至包括我們新店寶高 我們在寶高招商也非常順利 所以其實新北還有很多的土地可以即將開始開發 例如說我們的飛鴨 中火的飛鴨 飛鴨那個產業延期 在做生技 在做農業 這個都可以做得到 還有我們的土城 淡料庫的發展區 那個地方也是未來就是一個例的 我們就慢慢朝那些方向再做規劃 我們還有更大的變成像麥子圓 鴨馬園 都沒有還沒開發 可以發展成城市的產業形態的園區 所以其實新北市最大的優點 隨著整個交通路網串起來的時候 就帶動在整個沿線的分布的產業的形態 讓這些產業的要尋找工業區土地的 後市商業區的都可以進到新北市來 所以其實新北市在未來的整個經濟的發展上 以及社會的進步 還有我特別重視的環境 因為新北市的人口密集以外 在都會形態有很多的老舊房子 所以老舊房子的都庚 也就是我一直要做的 那杜庚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先請市長可以談一談 我是覺得說 我常常跟很多地方首長講 地方首最重要的一件事 讓城市變得更美麗 因為台灣其實一直以來 所以昨天我一個朋友問我 他說台灣這個城市改造 需要多少時間 我說這是長久的努力 就是說我們現在天際線 其實看起來是不准 如果像外國人來 他是台北怎麼這麼又老又醜 其實這個就代表說 我們有很大翻轉這個城市的能量 那這種都庚的 剛剛市長今天講到都庚 我們稍微休息回來 從都庚的角度來看 新北市其實有非常多幾十年的老房子 我們怎麼讓它重新翻轉再造 我想市長一定有很多想法 稍微回來 好這要請到市長 我想都跟很多人喊 進度很慢 進度很慢 但是這兩年開始大家很重視 為什麼呢 這個這個時候也有實際的需要 比方說現在很多年紀大的人 那他住在像比方說中和 這個公寓的房子 三樓或四樓 你年紀大以後 其實那個以前都是沒有電梯 都是樓梯 到樓梯的時候要看病的時候麻煩 為什麼腳不會腫 我有一個跑步的朋友 他告訴我他現在開計程車 他說一個月他賺十幾萬 我說怎麼賺的 他說現在有一個生意是很好 他說有些老人家要去醫院 到醫院看他有一個特約的 他是因為他身強體壯 他是到樓上把老人背下來 送他去醫院 然後看完病就把他背上去 這種是體力的工作 一般很難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說 以前舊大樓沒有電梯 現在老人家不會走路以後 他其實非常需要這種電梯的大樓 這個時候其實 如果從都庚的角度來講 可能他必須要更快的速度 能夠讓這些比年紀行動不便的人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房子 所以市長對都庚這一塊 你這樣有什麼想法 其實都庚市委最重視的 回上來就講都庚三件 第一件就是捷運到哪裡 都庚做到哪裡 就隨著捷運的點 然後在整個重要的交會口 我們特別提高容積獎勵 然後在這裡容積獎勵裡面 要回饋了給公益空間裡面 做年輕人的創業空間 做公共托育的拖勞 讓所有的生活圈就繞著捷運在走 這樣可以減少大家使用私人載具 就可以用大眾運輸 那可以讓環境的熱導效應降低 那也可以讓大家省時間 所以其實讓環境的改變是軌道建設的 第一個我要想一直想做的 所以我最近把都庚最重要的 就以捷運系統開始做推動 當然也有主要道路兩邊 因為新北市的規劃那時候是不好的 你看沿著鐵道 沿著舊鐵道 後面的屁股現在變門面 所以又很醜 所以我一直講說 你們要趕快做都庚 我鼓勵你們只要道路兩側 趕快做都庚 不然你也要把我拉皮整理門面 沒有一個大度數怎麼可以看 以前就是留下來這些軌跡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圍繞都庚 這些不安全的 算一算新北市 三十年以上七十萬洞 七十萬洞 你要想想看這些都庚 你不趕快做 地震來了怎麼辦 地震來了 不要說長輩爬不上去 地震來了 你地震來了 你明明知道有危險 你還不做 就不負責任 甚至發生事情以後 你又不做 那就無能 市長講這個 就是說我們都庚為什麼進度很慢 就是發生糾紛的時候 像那個丁子婦有沒有 丁子婦發生的時候 你為了瞧一個人 可能他就擋你十年 現在碰到這種情況 市長的角色你會怎麼扮 我跟指示人說 我跟我們的同仁講 只要我們把協商的程序做完 你還是硬在那裡不走 我就是一個 就猜 不要妨害整個都市的發展 而且影響眾人的整個生活機制的品質 這個不留意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完全沒有選票壓力 我的壓力來自於什麼 能不能讓新北市銳變 讓整個都市更新更快 所以我上任到現在 光圍老都庚做了兩百一十三件 大概跟幾年加一加都沒有 這一段時間的總和 那多元都庚大概做了三百八十件 尤其都庚我都喊一二三 你只要百分之百同意了 你趕快來 兩個月審查完 三個月就給你建造 很快就可以開始做了 而且我開始派我們的同仁進到裡面 去協調住戶跟建商的糾紛 因為我們主動用都庚規劃師 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畢竟對有些商業行為上 民眾不懂 而且信心不夠 那政府公務員就要適當的介入 所以我現在是用這個方式 然後成立一個行政法人 那聘請更多人進到這裡面 來做都庚 因為都庚才會改變一個 新北市的熱討效應 改變環境 改變我們的商業模式的行為 所以其實都庚是對新北市 非常重要的一環 市長已經注意到都庚了 還有一塊 現在市長各方評價蠻高的 叫智慧城市 像遠距醫療 新北市現在聽說做得很好 那就是說有比較偏遠的地方 看病他可能夠 究竟透過這種遠距醫療 跟這種大數據 健康照顧 這個現在包括交通路網 我看新北市落實的情況非常好 請市長來這一塊 你如何把這種智慧城市的概念 能夠落實在新北市 其實新北市智能城市 也不只有醫療 光一個醫療 因為新北市的醫療資源 以前就整個一位北區 在整個病床室的劃分 都給台北市吃了 我們這邊就沒有了 所以很多新北市市民要就醫 又到台北市去 非常不方便 那我們上任來 不斷的像昨天 市立土生醫院開幕了 有1058床 未來我還會再規劃板橋 板橋整個衛生局要搬走 因為搬到第二行政中心 那一塊地 我們可以再蓋一個 大型的醫療院區 再加上我魯北再開花 又可以蓋一個魯北的醫院 還有我們三重聯力可以擴大 所以醫療體系 如果在都會形態來講 基本上隨著這幾年 會慢慢非常的成熟跟夠 那至於你的眼鏡醫療 邊向一定要靠眼鏡醫療 那眼鏡醫療 要透過我們的視訊醫療 以及我們甚至送藥 慢慢採取用直升機送藥的方式 然後配合我們當地的衛生軸 變成一個智能的衛生軸 用大視機的分析 統合他所有的資訊在這裡面 甚至包括我的救護車 都是行動急診室 所以我們行動急診室 像我們救護車改到現在 從OCA的 OCA叫停止呼吸心跳 我來的時候是3.4 就出來以後出院的3.4 現在已經10.66 全世界數一數二 所以行動的智能的醫療的診所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一直在改 所以我現在要蓋成立了十個 邊鄉的智能衛生所 就是搭配我們的智能 整個眼鏡的醫療 讓我們的民眾更方便 不但這樣子 現在的長輩 我要預防他衰弱 所以我現在開始 這個公園開始做 很多預防衰弱的運動器材 然後派我的志工指導員 去教他 你要這樣運動 然後請他開運動廚房 這樣運動 他可以減少預防衰弱器 讓我們長輩在公園 也可以保健自己的身體 所以其實新北市在整個對長輩也好 對醫療資源的分配也好 這幾年慢慢大幅度的結起 所以智能城市不是只有醫療 未來在整個5G的建構上 以及我們AI大世界的分析上 其實我現在都用在我們的所有公共建設 以及在民間的公司力合作上 我們都開始採取聯盟的方式 去把它做到位 好我想這個遠距離聊 我看這個市長推動很積極 那現在這種從AI這種智慧城市的落實 我想你是一馬當先 這個回來等一下還有很多要請教市長 就是說現在如果從觀光的角度 我已經幫你把很多的足跡 你可以幫我當觀光大使 這個其實回來我就特別跟宿導來談 就是淡南古道就是說這個Mark 你看連那個植物都這個雙夜絕 這個其實能夠很有理念 去把所有的觀光資源結合 能夠把過去的 我覺得我比較佩服就是說 單單一個淡南古道 我們從石町開始 一路這樣繞 全台灣其實在鮮明的足跡裡面 淡南古道最豐富 所以我回來要特別請教市長 你這個新北市擁有全台灣最豐富的 比方說淡南步道 美麗的步道不知道有多少 那這個時候我們如何讓市民休憩 那個觀光 一起整個讓新北市活力帶動起來 稍微來 好 接下來要來看看 你看這個新北市之美 我用了這張照片 我是市長騎腳踏車 這個看起來很帥 所以這個是我想 你可以跟市民打成一片 我上回市長去走平溪古道 這個是淡南古道一個其中一段 所以你看市長 我看你所到之處 民眾之翻盈 我是嚇一大跳 我說那個是民眾看到市長 那種這個愛戴之情 沒有沒有沒有 我這個我是可以看出來 市長平日在整個市政上用的心 是非常的深 所以我們回來看看 就是說新北市 其實你看這次疫情 這個讓我感覺很吃驚 我又一天到內洞 那個路上到烏來 整條馬路都塞車 所以我們常常在看就是說 像這樣烏來的這種瀑布 美景 這個是負離子最多的地方 所以每一個地方 那像這種石錠千島湖 這個不知道誰命名的 但是他確實很美 就是說這個毀碎水庫的上游 你如果在茶山這樣走一圈 然後看到那個遠端的綠色的水 再加上遠山的綠色的翠麗 那個一看 所以我說最近我到了石錠千島湖 我去吃阿牛 就這個一個苦茶油拌麵線 我說那好吃 結果他生意非常好 所以現在就是說新北其實有非常多讓大家流連外返 不斷的去的地方 市長我想這個你對地方的觀光的發展 能夠讓市民在休閒假日 能夠到地方 包括帶動這種茶葉 很多的土產文化 市長一定有不同的想法 謝謝 其實新北市最得天獨貨 他在北部 對 而且跟臺北市幾乎連在一塊 臺北市道歉 他們比較沒有山沒有海 所以河川的流域 除了幾個只要幹道以外 都在新北市 而且北市西南市西 對北市西南市西 包括山峽河大爆西 每到價值都滿滿滿滿 所以其實水域的安全 我就非常重視 這樣假日我都去跑水域安全 那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一直希望開發的 就是讓年輕人能夠回到故鄉 地方能夠創生 讓他們回去繼承副業也好 或是開發另外新的產品 讓老一代能夠升級 所以我都希望開發整個所有的觀光路線 山跟海的路線 像我就從淡水 左一條青春山海線 要到貢寮 我們希望我們的沿海線 如果從巴黎算是一百四十五公里 沿海線 如果從淡水 大概一百二十二公里左右 把這條沿海線 我們的漁港如果整理好 然後漁港有很多的美食 我們可以推品牌美食 比如說我們有小姐 還有很多的魚種 我們就創造很多的季節 然後撈上來都是最新鮮的 這些讓年輕朋友回去經營 甚至在我們的山邊 我們有金山想喝這些地瓜 我們的山支有咖啡筍 還有西瓜 這個沿線走下來都是很多可以吃的地方 把這個山海美食結合在一起 所以尤其用腳踏車 人本的步道的環遊式 去創造大家要漫遊休閒 然後開心安全 所以人本步道自行車步道 電動機車跟汽車 所以我用發展裝置的巴士 在整個青春山海線走 光這條線可以往上一天兩天 而且非常的開心 除了這個以外 剛剛您講的包括烏來 烏來經過斯迪勒台東以後 重創以後慢慢再恢復 在恢復當中 所以包括小火車 包括內洞的整理 我最近在走一趟內洞林道 然後呢 童後西古道 童後西古道 其實有一個很棒 土四三鷹 土城 樹林 鷹哥跟山峽 那些是很多的古文化 還有很多義式的廊道 在那裡面 更重要 有很多的山徑 鷹哥有鷹哥石 那個有一個石頭 鷹哥石 那很漂亮 那鷹哥我最近要開一個三鷹文創園區 把美術館 我們大概花了三十億 蓋美術館 蓋藝術的產業廊道 以及結合我們的整個陶博 還有我們所有要開發的整個三鷹線 把鷹線變成一個義式廊道 變成很多人可以在那邊很舒服的去看 生活 藝術跟科技的一個領域 在那個地方 所以三鷹地區是我們未來投資的一個重點 然後再加上我們都土城 土城又有捷運又有帶動發展 更重要後面有很多的觀光景點 童花季來有夠漂亮 那後面那個山徑小路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土城後面的山上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舒服 當然旁邊的三峽滿內岩 整個岩線大爆市更美 所以其實光土樹山林也很美 所以其實都會形態的周遭的近郊 其實新北市也不會輸給我們岩海線 所以在山縣在海邊 新北市還有很多觀光旅遊點 不然大家老是只記得野流啦 九問啦 茶壺山啦 其實新北市還有很多好安 回來我們剩最後一個單元 跟市長再來看看他未來的心中的願景 新北市我想已經兩年了 但我想這兩年對市長來講 你一生跟新北市是截下不截之言 你當副市長就八年 市長也可能當八年 這十六年當中 新北市民能夠跟市長一路這樣 大家在你的治理下 變成一個很有光榮感的新北市民 我想這是非常難得的 然後我想我們等一下剩下最後一個單元 等一下就讓市長來聊聊 你在這一生當中跟新北市市民有什麼樣的約定 那你未來的願望 希望是新北市新北市變成什麼一個城市 等一下再請教市長 謝謝 好我們節目建進尾聲 我想我這個自排上面有2030的宴景 六大宴景跟翻轉新北市市長有很多的想法 你這一路走來我想從景大這樣一路變成一個六都當中一個首長 那我想這個是人生記憶實在很奇妙 那我覺得將來的事很難很難意料 但是現在市長的心目中 你在新北市這麼長的時間的經營 你希望新北市的未來 他是一個在你的努力之下 新北市將來能夠變成什麼樣的城市 在新北市對我來講 這是人生的福報 做事做事再做事 其實我沒有什麼懸念 所以我對新北市未來的走向 我要充滿著信心 也要有面對的勇氣 那更重要要承擔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規劃 有六個宴景往2030去做 今天我要把這個基礎打好 因為新北市最重要的是你的領導要怎麼做 所以新北市剛好在瑞便 所以要除地要有心力 更重要的不要有選票壓力 而且要破除所有層面 該做的事絕對一刻不能停留 我們不是用政治的角度思考未來的發展 我們要用區域聯法 以及包括我們整個前台灣 中華民國的總向來看新北市 所以新的領導的概念一定是強勢除地 帶動行李 行李就是利民變民愛民 留民眾方向北市民眾 用一樣的心情看民眾 這是我第一個一直想做的 從新領導開始產生新連結 跟新的趨勢 所有新的連結 你要他們起庭接地去 所以我要辦行動治理 去跟里長每天跟他們座談 他們的需要我幫他擺平 所以辦了一百多場里長座談會 一直持續在做 那你的連結要接地去 所以基礎建設一定要好 然後所有新趨勢 我們的產業的型態 跟市民的需求上 有哪些可以在上位的帶動上 讓他們經濟會更好 不是只有市民經濟 整個經濟的連結要有新的趨勢 我們現在走的是5G的時代 我們怎麼樣 我們的智能層次怎麼樣走 更重要的新北市要所有的廣告 我們新北市的市民 新住民包括從中南部上來的 我們都外籍的配偶 或是有其他遺跡過來的外國人 都是我們的新住民 新住民你要符合他所有的需求 照顧他 甚至要有新的免協 新的免協 因為新北市要好好去做 新的免協 就創造一個國際大都市的模樣 還有一個讓邊鄉以及都市 長輩跟年輕的世代 能夠交融的新創生 讓創生嚴肅融合在裡面 我們照顧老的也要照顧小的 讓小的有辦法去承接 包括市長的改建 都老的 年輕人不必頂去市場 我們怎麼變 新的創生能夠嚴肅把它接進來 所以六大院警會 會讓新北市在二零三年 隨著整個軌道建設 隨著都市更新 隨著我們的整個公共事業的整個規劃 會帶動不一樣的新北市 而且新北市不但帶動起來 變成一個國際大都市 更重要它會帶動台北 帶動台灣 宜蘭和基隆一起起揮 這才是新北的責任 我想今天很完整 能夠讓市長把你的治理 一個城市的理念 完成跟我們市民做一個說明 是非常棒的事 那我覺得我們想一個女人 用心的女人最美 用心治理城市的市長 會讓市民感恩在心 我覺得市長是用你的生命力 一生的力量在灌注新北市 我想是新北市民之福 今天非常感謝市長 擺忙當中來到我們攝影門 也希望市長在未來的日子當中 把金北市帶得更好更棒 謝謝 我想這是新北市民大家共同的期望 今天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一視頻請大家繼續收看 請我按下路 請你多指望 我先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